我可以摸你吗 第一次没有女孩嫌弃自己 大强终于得偿所愿 仅仅片刻的温存 大强就深深迷恋上了小美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她希望小美能和房东保持距离 意识到大强是在吃醋后 小美心里无比的喜悦 这是她第一次被人这样重视 因此当房东再来拍门时 小美带着大强从后门逃走了 然而母亲却非常反对 每次大强一来找小美 母亲就会不停地咒骂 晚上吃饭时 母亲再一次绝食抗议 但家里已经没有钱买秋刀鱼了 无奈之下小美只能去找房东 他们去了厕所交易 然而秋刀鱼买回来后 母亲却依旧不肯吃饭 反而用各种恶毒的话羞辱小美 吃饭 秋刀鱼 你爱吃的 可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还是一句接一句地冒出来 小美被气得浑身发抖 这一刻她只觉得委屈 原来小美第一次被房东盯上时 母亲在现场目睹了一切 可她担心被房东报复 就默认了这一切的发生 沉浸在痛苦中的小美 一勺又一勺地往母亲嘴里喂饭 她没有发现母亲已经被噎住了 她只想母亲赶紧闭嘴 当小美反应过来时 母亲已经凉了 另一边父亲拿出癌症诊断书 说大强一个人留在世上没人照顾 自己就算死了也不安心 大强听完默默流泪 最后她趁大强睡觉时 拿起枕头捂了上去 当大强停止挣扎后 父亲去警局自首了 这时大强突然从昏迷中醒来 惊慌失措下她来到小美家 看着小美瑟瑟发抖的样子 大强沉默过后拿起剪刀 朝母亲戳了过去 在等待警察到来的时候 小美为她泡了一碗泡面 因为她的家里只有这个 虽然这碗面没有泡开 大强却吃得很香 当警察把大强推出来时 她看到了人群中的父亲 父子俩相视一笑 这一刻他们都理解了彼此 而小美则坐上了大强的轮椅 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就好像大强还在身边一样 她要以大强的方式活着 体验她经历过的每一天 这就是她爱大强的独特方式